HELLO FROM HONG KONG 在現實入面,石板街並不是法外之地 全港性的口罩令繼續生效 細心看看宣傳片 背景入面,無意出鏡的途人 其實亦有佩戴口罩 星期六的石板街,人流上算熱鬧 但39間檔口,14間沒有開 近年開關比較多一點 都是維持一般,暫時來說 政府數據顯示 由2011至2021年 香港的中文報紙數目 上升了差不多1.5倍 而中文報刊就下跌了接近兩成半 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 亦都由2021年第80位 下跌去到2020年第80位 到2022年第148位 到2022年第148位 民多喜怒 食客亦會在食物前後 依照法例自動自覺戴好口罩 都習慣了 這麼多年 當然不戴是最好的 最自由 但保障我們自己 現在也有疫情 所以我自己會安心一點 是麻煩的 OK的 因為起碼我出外忘了戴口罩 也不用擔心有什麼問題 我喜歡戴就繼續戴 沒什麼的 即使在戶外吹著風曬著太陽 不夠夠丫仍然生效 如果市民不戴口罩 就有機會收到告票 2022年8月 到2023年1月 就口罩令執法 警方發出了134次口頭警告 以及4776張告票 你想想外國還在戴口罩的時候 而影片裡的人全部都已經不需要戴口罩 會令我覺得很離地 而且整件事不合理 但如果我看完這條影片來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被影片騙了 因為影片裡也能表現到整個城市 已經是很回到正常 但來到香港的法國都不是 Hello Hong Kong 我們從Serbia來訪問你 Ciao Hong Kong 你好香港 你好香港 你好香港歡迎你 我們香港見 好可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